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对玻璃制造过程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鲁伯特之类 这是被高温融化的玻璃滴入冷水之后形成的蝌蚪状玻璃泪滴 除了外观看上去非常精致好看之外,还特别坚硬 据说就连子弹都打不穿 不过从外观也可以看出这种水滴状的东西造型并不是很均匀 所以尾部非常脆弱,可能手劲儿一大就会直接碎掉 国外某小伙就特别喜欢鲁伯特之类 但是这种东西并不能轻易得到 所以小伙子决定自己制作一个 他先用一个大铁棒将玻璃送到高温熔炉中溶解 几分钟之后玻璃全部融化 然后将溶液滴入冷却的水中 小伙子因为是第一次尝试 所以技术并不是特别到位,并没有一次性成功 导致好几个鲁伯特之类都成了残次品 白白浪费了之前的材料 但是经过多次尝试之后 小伙子最终还是成功了 镜头还记录下了整个鲁伯特之类的制作权过程 高温液体在水中不断加热 整个制作过程看上去非常惊艳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冷却工作完成 鲁伯特之类正式制作成功 从外观来看 它应该算是全球最大的鲁伯特之类 看到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总算是成功了 小伙子的内心也非常高兴 而对于我们来说 大家应该也是第一次看到鲁伯特之类的制作过程 没想到普通人居然能够自制这种高级物质 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样子 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没有专业技术傍身 最好还是不要轻易模仿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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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